那时耶稣向群众说 天主的国好比一个人 把种子杀在地里 它黑夜白天或睡或起 那种子发芽生长 至于怎样 它却不知道 因为土地自然生长果实 先发芽后吐碎 最后碎又满了麦粒 当果实成熟的时候 便立刻派人以镰铛收割 因为到了收割的时期 它又说 我们以什么比以天主的国呢 或用什么比喻来形容它呢 它好像一粒戒指 种在地里的时候 比地上一切的种子都小 当下种之后生长起来 比一切蔬菜都大 并且长出大只 以至天上的飞鸟 都能栖息在它的阴下 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 按照他们所能听懂的 给他们讲道 若不用比喻 他就不给他们讲什么 但私下里 却给自己的门徒 解释一切